中華廚藝界的食事 第七屆全國中華廚神大賽 一正式開始了 首先介紹一下五位評審員 他們分別就是 中華烹飪集會會長 于本昌先生 名著廖志榮先生 名著廖志榮先生 餐飲聯盟的王麗梅女士 餐協主席王永遲先生 廚協榮余主席余永迷先生 但在比賽開始之前 我們有請上一屆的廚神得主 就是代表月光謙的田秋刀師傅 你好啊田師傅 師傅 不過他還是你師傅啊 不過他還是你師傅啊 甘雷 他不是你師傅了 肥仔廚神 我要向你挑戰 好啊 歸寶號啊 四海一品 現在跟大家說一下 比賽規則 比賽就是淘汰賽 今天評審團為六隊當中 選出兩隊出來 直接進入我們下一次的決賽 理智的主題就是刀 也就是說除了去塗合色 香味型之外呢 最重要的就是發揮廚藝場的刀工 一來刀工才是廚藝的真功夫 比賽限時一個小時 我現在宣布 比賽正式開始 三棉頭 三棉頭頭 我終於明白師傅的用意了 金雷 我們一定要出線 我們加油 不過我們要做什麼菜 人家選了食材 姐姐 那我們做什麼菜 好 好 幫你做四棠堡 四棠堡 好 比八本甲更難 你對自己的刀工沒有傷心嗎 我明白了 幫我拿雞、鴨、菜鴿 配料 還有燈出 姐姐 那個田秋刀 它究竟在做什麼菜 那道傳統的四川名菜 三元牛頭 一道魚 是用刀塊為主的菜 比賽場得相當激烈 但是肥菜的時間剩下 三分鐘 剩下時間不夠 一分鐘 五 五 四 三 二 三 六道菜 六道菜分別為華盛酒店的葡萄魚 齊大餐廳的雞湯村海婆 魂外樓的金牛鴨子 婆婆菜的鳳美桃花 四海一品的四肚寶 月黃軒的三元牛頭 各位評審 後悔了 葡萄魚和雞湯村海旁 刀工和做法都沒有問題 可惜選菜失誤 雲外樓的金牛鴨子 外香脆 內鮮素 有形有味 但是在整鴨起骨的過程中 整穿了鴨身 美中不足 婆婆菜的鳳美桃花 蝦球鮮嫩 造型很別致 但是呢 又略嫌酒味稍濃 蓋過了蝦的鮮味 四海一品的四肚寶 刀工尚成 將鑫春塞入菜膠裏面 再塞入雞肚裏面 最後塞在鴨肚裏面 又有各種肉的多味混合 口感層次分明 簡直是巧奪天工 月黃軒的三元牛頭 粗中見細 細中見精 而且刀法和薯材都非常尚成 幸好 好一個三元牛頭 評審委員 正在仔細地研究 入圍的參賽隊 馬上就會揭曉了 就是月黃軒的田舟都 二合四海一品的龍健一 恭喜 快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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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師傅在這就好了 早少爺 我們入了決賽 不過入了決賽的另一隊 是四海一品 放心吧 祖少爺 我一定會想到辦法 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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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走 躺著 美味的食物可以令人快樂 連煮的人都不快樂 該如何傳給別人 看見你回回圍村,我就知道被想通了 謝謝你 應該我說謝謝 如果沒有你用心去調教他們 就不能追入決賽 都是全靠他們有這方面的天分 謝謝 謝謝 健一,謝謝你 很晚睡 你不要睡 我還有很多地方想和你去的 為何快樂會這麼短暫 因為人有太多不快樂的時候 你不要 你不要